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轻帅气的时尚型男为何如此着急结婚 我现在工作是模特的经纪人 我想尽快结婚 相亲现场女嘉宾又为何百般挑剔 不好吃都皮掉了 太甜了 包包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妆 那是给女生用的呀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女嘉宾说出了这样的话 当初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见面又有什么意义啊 人多又怎样啊 我重要还是人多重要啊 还是你面子重要啊 原本对男嘉宾各种挑剔的她 为何突然转变了态度 我想做一点事情给她 这个先保密 保密 保密 您可以带男嘉宾来一趟吗 一见钟情的男女嘉宾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我蛮喜欢她的 但是我不想在她面前表露出来我的情绪 她是我理想型的那种吧 凡人游戏之 行男遇上挑剔女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张征 本节目由中国珠宝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中华厨卫赞助播出 感谢香港周智福珠宝为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好长时间都没有来凡人游戏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 虽然这两天感冒了 今儿鼻子锁滑 足气恋 但是我还是决定轻伤不下火线 为的是让我们的男女嘉宾 大家能够在这个寒冬 依然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温暖 今天将要出场的这一位男嘉宾 据说人长得高高的 帅帅的 眼睛还比我小一些 很受女孩子的欢喜啊 到底是不是呢 来 一起来认识一下她 来 有请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江城 是浙江人 现在在重庆工作 本期交友男嘉宾江城 24岁 身高1米78 职业模特经纪人 月收入7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现在工作呢 是模特的经纪人 可能大家对我们这个职业有误会 认为我们这个职业非常的 就是很多女生啊 打交道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生活跟工作 是分得很开的 当我不在工作的时候 我更喜欢的是一个人在家里 默默地一个人看书啊 听乐等 我不太喜欢出去玩 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几年 所以我想定下来 虽然我才24岁 但是我真的很想有个人 能够跟我一起生活 所以我非常的想找到一位人 可以跟我尽快结婚 我上一段感情呢 是她非常爱玩 然后我觉得有点 我们两个的性格有点不搭 所以我想这回能够找到一个 乖巧文静的 然后不怎么爱玩的 我的择偶条件呢 其实还蛮简单 就是女生年龄跟我差不多 身高在1米65以上就可以了 工作呢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是自个儿喜欢就可以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能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能够想尽快稳定下来 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想尽快结婚 男嘉宾则偶要求 一 年龄与自己相仿 二 身高1米65以上 三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四 有尽快结婚的想法 看你这个穿着 确实不错 很时尚 你做什么职业呢 在重庆 我做的是模特的经纪人 模特经纪人 对 对 对 那也就是说 生活当中 你其实接触女模特的机会比较多 对 对 对 是 就大部分是女性模特嘛 因为模特这个行业 它的自身的原因 所以女模特比较多 那怎么还会没有女朋友 来参加我们 凡人游戏呢 可能 时机未到吧 好 我觉得你这个职业 一定会让女孩子 有所顾忌的啊 我有一个要求的点就是 我希望女嘉宾能够和我一样 有尽快成家丽的心 就是我想尽快结婚 我还是觉得蛮吃惊的 有点没有想到 因为你的这个职业 外形穿着这么时尚 再加上年纪这么小 你提出来的唯一一点 居然是很想要结婚 希望你能够今天 在我们这里找到 那个愿意跟你一起 走进婚姻殿堂的人 好不好 敬你吉言 好 明天民政局还上班 正好可以去 谢谢 女嘉宾呢 其实之前已经到 我们这个约会的现场了 是吗 接下来我带你去 我能先去 我自己先去看看她吗 因为我这个职业嘛 我想试一下她爱不爱我玩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一些女生 听到有工作时间自由 薪资还不低的工作的话 应该就是应该都会心动 所以我想试一下她 好 你想用自己的方式 先去了解一下她 好 来 这样我这儿有她的照片 简单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待会儿你就方便好找她了 谢谢 那男嘉宾连连点头 看来是对女嘉宾的外形 非常满意呀 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吧 大家好 我叫李宇童 我今年23岁 本期交友女嘉宾李宇童 23岁 1米68 职业行政前台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然后学过两年的素描 然后也比较喜欢健身运动 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比较宠我 然后对我都非常好 所以只要一有人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会极度缺乏安全感 就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始 并且维持一段长久的恋情 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 有过一个两年的恋情 她是大我两届的学长 后来她毕业工作了 然后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半年以后她劈腿了 可能是我自己性格 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吧 所以关于爱情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 给我足够安全感的另一半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首先我希望她身高 至少要在一米七五以上 然后月薪的话 要在五千以上就可以 最好是在重庆本地发展 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联系 还有就是我希望她的性格 是比较温和 比较温柔 然后善解人意 很体贴的那种男朋友 不要有什么脾气的 我最受不了的一点 就是男生的就是 他太爱赌钱了 爱赌这一点我受不了 还有就是 脾气太过于急躁暴躁 不喜欢沟通和交流 这一点是我不能忍受的 女嘉宾则有条件 一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二 在重庆本地发展 月薪五千以上 三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四 不能接受赌博 或者脾气急躁的男生 各位观众们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男嘉宾 长得是干净帅气 而且穿着也是搭配的很得意 我觉得节目当中已经很少见到 就是搭配的这么洋气的男孩子了 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是一个小美人来的 我看到她真的是侧颜沙 大家看一下侧颜 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唯一美中不足的呢 是女嘉宾可以去处理一下你的眉毛 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擅长画眉毛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现在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 给你弄一个漂亮亮的眉毛 这样的话你的容貌只起码会加十分 这个女嘉宾的照片 然后 我觉得应该记住 在街边一个人站着 手都动得已经发僵了 你说应该就是等咱们的女嘉宾了 我觉得本人比照片好看 这夸人的 骂人的 好 那你就过去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和她认识一下吧 但愿不是在等自己男朋友的女孩 好不知情的女嘉宾 面对男嘉宾的出现会有何反应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之前以一个模特经纪人的身份 去接近她呢 是我想在正式了解 接触她之前 稍微地了解她一下 然后观察一下她的外貌 还有一些谈吐什么的 看你长得很漂亮 而且身材很好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在这边等人 工作时间很轻松啊 而且薪资不低哦 我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啦 主要是 要不要考虑一下 真的不用了 您收着吧 我主要是我今天这边 还有事情要等人了 在这边吗 对对对 真的不在考虑一下 我在考虑考虑再说吧 但是我现在目前不太想考虑这个模特的事情 你现在是有工作吗 有的 有的 有在工作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觉得 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然后包括她的外貌啊 还有身高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总的来说第一印象就是 她是我理想型的那种吧 在男嘉宾的不懈努力之下 女嘉宾终于收下了名片 而此时我们的特派员也准备上前告诉女嘉宾一切的真相 聊起来了 聊得还不错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没有我们 咱们也会愉快地聊天呢 你好你好 这样子的我是 您看这边镜头在这 你好我们是重新电视台 凡人游戏节目的 我们想在街头采访几个情侣 就是你们节目 该编导一直让我在这里等 然后她是谁啊呢 她是男嘉宾吗 你们怎么认识的 她是她说她是模特经纪人 然后对给了我一张名片 你也在招呼说 好了好了 其实我们刚刚是故意设计了一个小小的环节 男嘉宾是想单独来私下认识一下你 所以她就自己过来了 直到那个主持人过来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凡人游戏的 给我请来的男嘉宾 然后还有就是男嘉宾给我一种非常干净 非常随和的那种感觉 好那今天我们的男女嘉宾就已经顺利地见面了 接下来时间再聊一聊好不好 刚看你们聊的都已经挺好的了 挺开心的了 应该挺聊的来 走吧 正在女嘉宾接受采访的时候 男嘉宾突然独自离开 她究竟要去做些什么呢 你怎么现在突然就是走出来你嘉宾在那边做采访呢 因为她没吃早饭啊我想给她买个早饭 对啊 而且这么冷的天 尤其是女生要是不是早饭会对身体有点不好 你好 您好 请问你们有什么就是早饭吗 咱们这边有酸辣粉 谢谢 酸辣粉 就是有没有清淡一点的呀 有什么抓饼啊 可以拿着台湾手抓饼一个吧 还有什么热饮吗 热饮我们那边买什么多好的 那再给我一杯奶茶吧 谢谢 我们的男嘉宾如此贴心地去买了早饭 还真是个暖男啊 那么我们的女嘉宾会不会被她打动呢 去买了早餐吗 对 给谁买的呀 给你啊 谢谢啊 这是什么呀 手抓饼 这个呢 奶茶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没有办法吃这么油腻的呀 你不喜欢吗 我买的手抓饼啊 她不太喜欢吃 其实这件事主要是我怪我自己没有特别充分地了解她 因为我并不知道她的喜好是什么 而且早上我想吃那种米线啊 汤汤水水的那种呢 那要不然试一下吧 因为这家店的味道还挺好的 好吧 哎呀不好吃都皮掉了 那你喝喝奶茶了 时间太久了 喝奶茶了 暖暖胃 太甜了 嗓子不舒服 你这么几节是不是因为叫我很多女朋友把你练出来了呀 不啊 我是因为看你早上没吃早饭啊 而且你不是冷吗 早上这么冷的天就想给你买杯热的 让你暖一暖 我觉得女生是可以挑剔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应该有一点气度 然后去关爱去理解来包容女生 所以虽然今天早上我的表现可能会比较挑剔 但是我还是很很开心男嘉宾给我买早饭的 很感谢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吃这个饼 主要是你买回来了我就要吃两口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吃的话 去一下别的地方 这边吃的还挺多的 虽然在跟男嘉宾在这个相识的过程中我蛮喜欢他的 但是我不想在他面前表露出来我的情绪 所以我就想一直掩饰我这种心情吧 不想在他面前表露出来 因为我觉得暴露了会很丢人 男女嘉宾终于见面了 女嘉宾是抵御住了男嘉宾的考验 而男嘉宾也是对女嘉宾的外形和感觉一见钟情 不过我们的女嘉宾的公主病马上就发作了 她对男嘉宾给她买来的奶茶和手抓病各种挑剔 但是你不是说嫌她油腻吗 但我看到你还不停地吃 女孩子不要太作 要知道男嘉宾现在对你的这种好意呢 我觉得要大家刚开始接触 谁也不欠谁的 最好是多多地回应她 这样更有利于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而且女嘉宾我要提醒你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隐藏不住的 那就是贫穷 喷嚏和爱情 你的小眼神早就出卖了你 我觉得你对男嘉宾的感觉应该是相当好的 那边有家火锅 都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吃羊肉汤吧 这边有羊汤 羊肉汤 羊肉汤啊 吃羊肉啊 嗯 你很喜欢吃吗 对啊 对啊 好吧 那我们就吃这下吧 好 我听到她说要吃羊肉的第一反应是 天哪 因为其实我是不爱吃羊肉 甚至我有点恶心羊肉 但是她说她爱吃羊肉 那我想没有关系啊 就为了她我就吃一回羊肉吧 原来我们的男嘉宾根本不吃羊肉啊 看来为了心仪的女嘉宾也真是拼了呀 室外的温度确实很冷啊 冷的鼻子都已经开始发红了啊 我觉得这种时候呢 光是甜言蜜语肯定也不行了 对吧 所以呢 男嘉宾也是邀请到我们女嘉宾 进入到我生活这个餐馆 他们要进去呢 吃上一顿 可以增加他们热量 让他们浑身感觉暖洋洋的 这样的一顿午餐了啊 到底这顿饭以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发展和进展呢 我们也很期待啊 好嘛 让他们在里面点菜啊 咱们先利用这个时间 邀请各位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都市频道的大奖时段 各位呢 只要正在收看我们都市频道的同时 您都可以随时的拿出您的手机 点开微信菜单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紧接着点击电视一栏 那么在天宝出现的时候 大家摇动手机就可以了 好 各位您看啊 天宝已经出现在我们电视机屏幕的右下角了 您做好准备了吗 三 二 一 我们一起摇起来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那你以后是打算长期在重重这边发展吗 对 那你平时工作的那个圈子嘛 有很多女生啊 也 是 然后你是不是比较喜欢那种身材比较好的那种类型的呀 不不不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是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 我可能工作的圈子是那帮人 但是我生活的时候 其实更喜欢一个人就是安静在家里待着 我平常生活很简单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居家 然后他是可靠的一个男生 但是男嘉宾有一点让我感到比较不放心吧 就是他的工作环境 他说他是模特经纪人嘛 可能接触的女生会比较多 异性缘会比较广 所以这一点我会比较担心 因为我本身也是工作环境也比较简单 办公室里就那几个人 所以就大家工作呀 生活圈子都也比较简单 所以我也比较向往那种简单的家庭式的生活 那我想问 你有就是最近结婚的意愿吗 有这方面的想法啦 然后大概在两年之内会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是 其实是有结婚这个打算的是吧 是有的 是有的 他说他也有结婚的打算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开心 特别开心 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结婚的打算 然后当我知道我喜欢的女生 她也同样有着同样的打算 我觉得就是她啦 你吃蒜吗 我不怎么吃蒜 我行思着给你一起播一课呢 你不吃啊 我不吃 我不吃 尝一点吧 我们山东人都比较爱吃这个 我们那儿不怎么吃 拿着尝一下啦 真的很好吃的 你尝一下 吃蒜那个我觉得比吃羊肉还拿我命 因为我们那儿是不怎么吃生蒜 可能他们那儿就是比较习惯吃生蒜 毕竟山东地区嘛 但我想他都这么期待我吃蒜了 我觉得吃吧吃吧 没事 你还好吗 你要不要喝杯水 不用不用 刚才对自己口水笑腔的 看到不小心呛到的女嘉宾 男嘉宾立刻起身为她倒水 真是暖心又有风度啊 而另一边我们的女嘉宾吃得更齐劲了 她们这儿特色的面汤 你喝一碗 有点烫 小心一点 各位观众 大家看一下男嘉宾那一脸要服毒的表情 但是她为了我们的女嘉宾毅然决定要去吃她 从来就不爱吃的羊肉汤 我们知道有一些食物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毒药 比如说榴莲啊 羊肉啊 这之类的东西 但是男嘉宾为了爱情 她愿意去吃羊肉汤 但是这不算什么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大蒜啊 女嘉宾居然让男嘉宾吃生大蒜 当然男嘉宾也是含笑隐皮霜一样的吃了 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你们的男白差异是不是有一点大 如果以后在一起组成家庭之后的话 你们决定每天的一日三餐到底是吃什么呢 但是不管怎么讲 男嘉宾现在是对女嘉宾百般迁就 所以女嘉宾我感觉得到 你也是在接受她的那种好意 吃完饭的男女嘉宾开始散起步来 互生好感的两人是否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呢 小薇可以再去吃啊 好啊好啊 她的那个粉丝也不错 有点感冒了 没事没事没事 冷啊 是 穿那么紧 穿那么紧 当然是冷啊 还好了 就前两天刚发烧 现在烧退了 有点感冒 这是什么呀 暖宝宝 暖宝宝 好有湿美感啊 好有湿美感啊 鲜了呦 好 谢谢 然后当时男嘉宾特别暖心地拿出暖宝宝来 然后还亲自给我贴上 让我心里觉得她真的很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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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还好吧 很好很好 真谢谢你 平时都随身带这个东西啊 因为平时是工作需要我们 因为有些模特 现在这个季节 她们肯定会冷啊 因为 痛经暖天 你给女生带的啊 对啊 因为她们女生啊 女模特啊 天气这么冷 肯定要 你包包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装 那是给女生用的呀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因为我做这一行的嘛 就稍微会想的多一点 哎 听到她解释以后 我反而是更加生气了 就是说她平时 包里携带的任何东西 都是为其他女生准备的 真的是 我这一点有一点 没有办法忍受了 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 你现在就像一台中央空调一样 你知道吗 到处散热啊 你到底会有什么想法 那我个人是 工作和生活是很开的啊 这样子 这样子我心里不舒服哎 因为我平常是 工作和生活是很开的 所以 可能工作上的事情 我就比较想的东西 但是生活上 我还是比较简单嘛 你其实不用多想 那你手机朋友圈里 是不是很多 漂亮女生的照片吧 还好 也不是很多 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不少啊 全都是啊 你确定你能区分掉 你生活和工作啊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 生活就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啊 两个是不相干的 两个人 不相信 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因为我觉得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最多就是一些工作关系 但是他反应真的是有点大 然后我觉得 他是不是疑心病有点重啊 我做成能让你开心一点 你想哄我开心啊 是啊 那你大马路那边 就给我唱这首歌吧 什么 唱歌 嗯 给我唱歌 不太好吧 人这么多 这又怎么了 就是一点小事而已 就唱首歌嘛 又不会把你怎么样 你又不会掉块肉 但是人很多啊 人多又怎样啊 人多又怎样啊 我重要还是人多重要啊 还是你面子重要啊 他非得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那么多的地方让我唱 我觉得这是有点 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是你说要哄我开心的吗 既然我都提出要求来了 你现在说你做不到 那你当初为什么 要这样问我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见面 又有什么意义啊 好不 好不 虽然她给我解释了 但是我当时真的是 因为我也是因为喜欢她嘛 所以才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当时就使了一点小限制和小脾气 我不得不说男嘉宾走得好 虽然说我经常觉得 在节目当中有一些男女嘉宾 一言不合 拔腿就走的举动 令人觉得很愤怒 因为你不考虑另外的嘉宾的感受 也不考虑栏目组的感受 但是你现在这个环节你走 我觉得是走的恰如其分 因为我们知道女嘉宾一直都有一点小公主病 她一直在不停的发作 但是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觉得她发作的有一点点过了 但是男嘉宾很坦然 一方面给你解释 你注意一个细节 她还是蹲下来跟女嘉宾说话的 就是非常注重这个礼貌 另外呢也是很坦然的拿出自己的朋友圈 跟女嘉宾分享 要知道了解一个人最快的速度 就是看他的手机里的朋友圈了 男嘉宾既然这么坦然 我觉得女嘉宾在这个环节上的纠结 尤其是最后提出那个 你去街上唱歌真的太任性了好吗 所以男嘉宾你真的走的太好了 我为你点赞 我们的特派员见此状况 立刻上前询问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看男嘉宾刚刚自己好像走了 怎么回事啊 他好像生我的气了吧大概是 我看你们不是前面聊的也挺好的吗 可能我比较任性吧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揣测他 来试探他 看他够不够喜欢我 你觉得这男孩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对他挺有好感的啦 然后整个人也比较温和 就这些你都看得见是吧 不是狼心狗肺的人 那为什么把他给吸走了呢 怎么想的 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缺乏安全感吧 就是有一点作 公主病 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 我没有办法试探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觉得只有我再作一点 他都还能包容我的话 说明他是真的喜欢我 然后他的印象和感觉还不错 但是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你幸福 你最终会怎么选择呢你觉得 我想挽回他啦 好嘛 我觉得可能是要动动脑筋想一想的 李嘉宾在这个时候说出了一句心理话 他说 我觉得 如果说在恋爱阶段 我在作都能够包容我的话 那对我就是真爱 相信很多小女生都有这样的看法 觉得我作一点 然后你都对我百般迁就的话 你肯定很在乎我 但是我告诉你们 如果抱以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在婚恋市场上不会招来真正优秀的男人 你只会招来渣男 公主病不是不可以有 但是一点点还好了 比如说挑剔一下吃饭的口味啊 需要你来吃一点我喜欢吃但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啊 但是如果说要做出那种很伤对方自尊的一些做法的话 我觉得男生是不会从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女孩子的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人内心很幼稚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如果长久的相处的话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发作这种没有边际的 突破底线的公主病 这会成为两个人相处的 互相伤害的一个力气 刚刚生着气离开的男嘉宾并没有走远 而是站在不远处打起了电话 两个人在一起嘛 有点小脾气很正常我能包容他 但是他有些事情是真的做得太过了 他真的是 这点我真的忍不了 调和不了 这真的是他太过了 我觉得这点我真的受不了 而就在此时女嘉宾和我们的编导来到了商场里面 他这是要去做什么呢 女嘉宾 居然还卖起关子来 而另一边正在开导男嘉宾的特派员 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来这边有一个电话我接一下 喂 你好小李 喂你好 你好 我现在在壁馆三楼五岗一 您可以带男嘉宾来一趟吗现在 你想见他吗 我在这边等他 我 我尽量把他给你带过来好不好 好 你在那等我们 好 拜拜 下雨了 你看我的眼镜 这么冷 走吧 咱们要不过去多多雨 就算多多雨 好不好 过去再说 走吧 女方 她要求你就是 可以说请求吧 就是请求你做最后一件事 就是去看她一面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有义务 你同时做一个男人 我觉得有气度去完成这么一件事情 谢谢 中国珠宝 传承青年 汇聚经典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刚刚她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附近 但是我看这边是婚庆 这边这个是 婚纱 感觉像婚纱店 什么 应该就是这个附近了 咱们进去问一下吧 好不好 是不是在这等我们 最后我发现 她让我去地方是家婚纱店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 就是很惊讶的一种状态 真的是婚纱店 你好你好 你好 这样子的就是 开始有没有一个 漂亮的一个单身的女孩 然后在这等人 在里面试婚纱 有一个试婚纱等下是不是 试婚纱 你继续看一看好不好 好 这个是一间 女嘉宾究竟会以怎样的形象 出现在男嘉宾面前呢 走在梦潭那一天 梦想摆上了脸 微笑中流下的眼泪 一定很美 走在梦潭那一天 带上了幸福的街 有个人自首永远 是一身过远 我今天好看吗 好看 嗯 然后其实今天上午 我做的有一点过了 对你的要求有点过分 然后其实我这样做 也是因为心里在乎你 才这样子做的 然后可能我的方式 就是我的处理方式 让你没有办法理解吧 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还有就是 听你说你很渴望婚姻嘛 然后 虽然我不一定以后 会为你穿婚纱 但是我今天愿意为你穿婚纱 哇 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时刻 我真的不忍心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怕破坏这样的美感啊 来两位 我们看这边面朝镜头 我想我想先问一下男嘉宾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第一次有一个女人 专门为你穿上婚纱 对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我要同样问一下 李嘉宾小女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第一次专门为了一个男人 而换上婚纱 是的 哎呀 我觉得 干脆你们就在这儿 我就当你们的那个证婚人 牧师 来 你们把手拿到中间来 我们就一起 在这儿就理成了好了 这婚纱很漂亮 你稍微转一转我看一下 但是感觉少了点什么呢 哦 对 哦 投杀 对哦 好 投杀我也准备好了 嗯 这么美丽的婚纱 就差美丽的投杀了 那么接下来的选择环节 那如果说男嘉宾愿意接受他 选择他 那么你可以亲自掀开他的投杀 就像所有的新人掀开他们的幸福一样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么你就表示遗憾 然后离开好不好 那也把这样的一个遗憾 留给我们的女嘉宾 好 看一下最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觉得就是他了 虽然我不一定以后会为你穿婚纱 但是我今天愿意为你穿婚纱 和你奔离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是因为你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他是非常满意 包括外在 还有他的一些形象性格 以及一些想法方面 但是接下去的时间 暴露出来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 那个不能说缺点 就是跟我不合的地方 让我觉得 只能跟他说一声抱歉了 说真的女嘉宾穿上婚纱 我真的觉得他美爆了 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我是一个男生 听到一个女生 这样对我的真情告白 我都会感动 我相信男嘉宾在那一刻 内心肯定也是很感动的 可是 鉴于女嘉宾之前的一些表现 他可能会觉得 即使我们现在在一起 但是 如果说以后 你对我的职业 有那么多的怀疑 毕竟我 每天可能都要跟很多漂亮的 女模特打交道 再加上那些 随时可能发作的公主病 我想一想 未来的日子可能不可期待 何况男嘉宾想找的是 一个结婚对象 结婚就更是一个 需要长期的相处 长期的相互包容 理解和支持的一段关系 所以基于这个考量 男嘉宾最后还是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 公主病 不要发作的太厉害 小桌一桌可以移情 大桌一桌 就会错失一段美好的缘分 说实话 没想到男嘉宾就做了 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她是一个 非常渴望婚姻的人 但是没想到 她却在婚纱店面对 穿着结派婚纱 非常美丽的女嘉宾 最后做出了 放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真的很遗憾 也不知道 下一次她看到有人 专门为她穿上婚纱 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当然没有关系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 对我们的男女嘉宾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另外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前其他的单身朋友 大家都能够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 我们也将会为你去努力的寻找另一半 好 说到寻找另一半 在节目最后我还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朋友 都接到或者收到了 有人冒充我们凡人有喜的平台 对他们进行征婚交友的这样的一些邀约 那么这些平台都是打着牟利的目的 想要来骗取大家的钱款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向大家声明的是 我们凡人有喜是一个公益的免费的服务平台 那么我们帮助大家寻找另一半 是绝对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 各位本节目是由中国珠宝特约播出 本节目是由宗华厨卫赞助播出 感谢香港州制服珠宝为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节目最后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外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不要走开 接下来时间还有更加精彩的真昏秀环节 爱情靠争取 外不放弃 今年的12月我们凡人有喜相携手 杨和梦想家派勒蒙举行首届全国斗地主大赛 只要您年满18不管你是否单身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 如果你愿意带上你的异性朋友 一起来到现场的话 还可以享受两人同行一人免单的福利哦 前所未有的相亲模式绝对让您耳目一心 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各位朋友 还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3000元的奖金 以及浪漫厦门深度游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以及报名方式 我们的活动报名截止时间是12月8号 好的 心动不如行动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就拿起手机 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进行报名心动不如行动 好了 我们的公告就播报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会员秀当中的 又有哪些优秀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王莲 今年26岁 我从事的职业是平面模特儿 我性格是活泼开朗性的 然后有点大女人 有点独立 一般我和朋友出去刷牙都是我买单 因为我那个人比较大大的 一般不喜欢后边两个人进去计较 我的爱好就是喜欢刷呀 然后逛街呀 狗舞呀 这些 我也是比较喜欢去照顾别人 平时的话我比较有点大的人 比较独立 都是说有点好强 我曾经有过一段恋爱 然后男人喜欢小聊一人系列 但是我的性格比较大大的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的自由标准是找一个比较可爱一点的男生 年龄的方面没有孩子要求的 然后就是看到去比较可爱一点的嘛 能够刷在一起的就OK了 因为我自己很可爱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 应该很合得来 很搭配吧 找男朋友的话都是找那种长期方便 但是我自由标准的话 都是找一个性格比较直爽一个人 哦哦哦哦 touch the sky 哦哦哦 feel sunshine 大家好 我叫刘仲敏儿 今年三十 身高一米七雷 体重六十公斤 来自重庆永川 现在职业是建筑工人 我的性格属于双重性嘛 在朋友面 熟人面前的话 我就比较稍微外向 开朗 然后喜欢说笑 然后在不熟的人的话 可能说不上两句话 不是很爱沟通 朋友之间的话 有时候都经常开了玩笑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都会热情地去帮助 来喝的话 我喜欢睡觉 唱歌 看电视 散望 都可以 最喜欢就是散喝望 最主要是 那两年太无聊了 所以说比较 都会散望 我喜欢你 我的情感经历就是 有一段婚姻 现在利益 有一个小孩 在留学了 现在我在待 当时我们都是在 高中打工人士的 他是富难的 我属于慢热心的话 喜欢一个人的话 就喜欢一个人 不会去改变 然后不会去说 我再去希望另外一个人 然后把一份感情的话 真正都是投入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要什么 我都会给他买 需要什么 我都会主动去给他 所以说我 我认为的话 我投入的太多 然后感情付出的太多 然后就比较痛苦 然后失去他的话 太伤心太难过 就是这样子 两年前 我都还很喜欢做饭 都是为了 做给我的媳妇吃 现在呢 离婚过后呢 我都很少做饭了 不想去做饭 因为没有那个人在我旁边 我做饭跟别人吃 也没好的意思 之前他也不是很会做饭 然后都是我在旁边教他的 然后呢 他的 我教他做饭吃 然后后面的话 他做的饭的话 都比较好 两年了 那我已经从了 十百多云童走出来 我的这个要求 大致的应该有两点 可能就是年龄 比我小一点 然后呢 身材运程点 身高在一米五以上吧 是 其他的都没什么要求 只要对我好 又会孝顺 有责任心 不要抽烟喝酒就可以了 其他都没什么 不知道今天的会员秀当中 有没有您喜欢的嘉宾呢 如果有的话 就赶紧拿起手机 给我们取得联系 那么我们的活动公告呢 在这里再为大家播报一遍 也就是今年的12月份 我们的凡人游戏 将写手 杨和彭小佳 派了盟举行 首届全国斗地主大赛 只要您年满18岁 不管您是否单身 都可以报名参加 如果你愿意带上 你的一心朋友来到现场 还可以享受 两人同行 一人免单的福利哦 前所未有的相亲模式 绝对会让您耳目一心 来到我们现场 参加活动的各位朋友 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现场奖金 同时呢 也有机会获得 浪漫厦门深度游的 这样一个机会 行动不如行动 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 以及报名方式 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 是12月8号 如果你也想参加的话 就赶紧拿起手机报名吧 当然了 如果你也想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自己拍摄一段 免费的个人明星征婚秀的话 我们的烦人游戏热线电话 永远为您开放 最后呢 还是我们的口号 烦人游戏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烦人游戏我们等你 是怎样的相遇 让女嘉宾如此心花怒放 看到她的手 我觉得还是有点清晰 发生了什么 让原本对男嘉宾印象颇好的女嘉宾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还是要相信你啊 我都是觉得男嘉宾还不正常 面对女嘉宾的大胆提问 男嘉宾又会如何回答 无意间露出的戒指项链 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女嘉宾的再三追问 男嘉宾会作何回应 最终 这枚戒指会成为两人牵手成功的障碍吗 凡人游戏之戴着戒指来相亲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我们等你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算的确实乐远 要用心去游烂 撑着你 你算的确实乐远 你算的确实乐远 就是游戏 你算的确实乐远